其实我心里有很多心事 有什么心事说给哥听听 因为大家也有看到简历 锤子推进 对 当时我为了去这家公司 我当时是我没有投简历的 因为我认为我的能力 可能匹配不到他们公司的标准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是被保安拦下来的 然后当时他们也没上班 然后我又是睡在那个桥洞里 睡在那个顺风车 圆动快递那种车里 我等了一天 当时我就怎么说呢 你看你那骚动的心又回去了 比较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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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就是没进去 我就想不通了 你有那么大的毅力去睡桥洞 去应聘一家公司的一个职位 却没有毅力去找一个 跟你能够一起共同一生的 那不一样 我觉得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到35岁之前 事业为重 你是真的喜欢楼永浩还是喜欢 他们的产品还是喜欢是吧 我喜欢楼永浩 新衣企业是哪家 问一下新衣企业是哪家 金山云没来 当时是金山云来 现在你到底要说做什么岗位 要去哪家企业 好 大客户运营 运营支持类 然后或者客户服务类 相同工作就可以 这几个岗位 在这几家企业当中 你所了解到的 哪家企业有 六人游应该能有 然后新工投资的话 应该也有 对2B的一些企业 就是 有 我们是有的 这个五八同城的 应该也有 是吗 对 来 第二轮选择虚货率 我觉得你在整个的陈述里边 没有聚焦于我自己 有什么能力 能做什么 而是说 我对这个 企业家比较崇拜 我去这家企业 我去运营 我要想要做什么 但自己最擅长做什么 都没有讲清楚 你多少有点玻璃心 就是 作为一个男生 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 你前面的所有经历 太关注自己感受了 不管你找工作也好 网上投诉也好 都太关注自己了 这个其实在我们团队里头 我们是多少 不太愿意看到 你看胡静阳 直到最后 你眼睛都是看着地面 你只有跳舞的那段时间 你是绽放的 而大部分时候 你在说自己过往的时候 你似乎都是对着镜子 自言自语的样子 你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内心 真实的那一面 像跳舞一样 把它展现出来 把自己的要求明确出来 把目标规范一些 下次准备好了 再来吧 好不好 稍等 那个胡静凯 实话讲 我没有想到 今天全部都会灭掉 然后的话 我刚才 其实我特别喜欢 你的那种善良 然后的话 我也不想看到 你这样的颓废 如果你愿意去加入到 我的团队的话 我愿意给你机会 我愿意带你去上海 你到台下 你可以来找我 我觉得库尔特 又开那种 特别糟糕的先例 你是职场顾问 你不是企业家 等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你再招聘人好吗 而且你这个选择 现在他已经 红灯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再台下说 那是你的家人 我觉得我 我喜欢这样的台 是怎么了 你可以在台下说 所以我说 他可以台下来找我吗 有什么关系呢 你可以去台下说 在台上不要说好吗 我为什么不可以讲呢 每个人要守住 自己的定位好吗 这样的选择 他凭什么不值得 有一刻机会 为什么不允许 我给他个机会怎么了 把那个话筒放下来 你刚才拦着他们 让他们别吵 你有什么意见要说吗 我不喜欢 再出现这种争吵 还有呢 为什么不喜欢 出现这样的争吵 因为我家里人 经常会出现这种 所以你讨厌这种争吵 对 这样啊 其实这个事啊 潮汐 你在灭灯之后 他说他想让他加入 他的团队 这没问题的 他没有违反原则 没跟你们抢人 可是库尔特 在这个时候去邀请他 你可以说 一句很简单的话 你说我们下来谈谈 就可以了 你不要跟选手 有一个那种 所谓一句话的承诺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团队 我带你去哪呢 你千万不要给 这种性格求职者 以莫大的期望 你明白吗 不 这个可能是当时 我的情谊话 你只需要说一句 我们下来谈谈 待会我们下来谈谈 因为你知道他为什么 潮汐会针对你吗 因为在你最后 说的那句话 我还是有点意外的 灯都灭了 我没想到这么善良的 对你说这个话的同时 在指责他们 他们不善良 你这句话 会让人有这种错觉 但是我的内心 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灭灯 不代表不善良 只是不认可 库尔特 你实在的不是地儿 对 但是到了后来 这个选手 到底适不适合你 还未可知 知道 要不然大家就会认为 你邀请他的 去 是对于他们灭灯的讽 我觉得给图老师鼓掌 对 是这样的 任何的招聘 都一定要建立在 有目标 双向的这种交流之上 如果你愿意去 你可以台下 跟库尔特去谈谈 好不好 再见 对于今天的面试 感觉还是不是很满意 没准备好 后期的话 给我一些简历吧 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起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 我们下期见